大家简介一下 我们的课程 其实就是 第一个目标就是高阶函数 第二个目标就是一些设计 OK 然后大概会有几个方向 所以待会请介一下 就是我稍微简介一下 参考书目 然后课程的范围 等等的 那首先第一个 这个课的目标 实际上就是希望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因为以示友其实真的很好用 只是说很多功能你不太会用 你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用 原来可以串这么多东西 甚至他能够写程式也不会差太多 跟Python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有些地方其实还蛮方便的 所以有些人学完Python之后 想说 是不是直接又把资料 想说又把它丢回到eSale 那其实干脆它本 eSale VBA就已经很强了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直接干脆 一个到底就好了 不然你还要学两个东西 学完之后 然后还要再把东西丢回来 非常会时间的感觉 OK 因为其实 我自己有开一个课 也是爬虫 那个爬虫不是用Python当爬虫 是用eSale VBA当爬虫 一样OK 因为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教Python 我也教其他语言 我自己用起来觉得工具也蛮好的 那为什么特别喜欢用eSale VBA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 任何电脑 基本上每一台电脑应该都有装eSale 虽然它要付钱 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还蛮能够接受 付钱买office这件事情 在台湾我觉得好像 虽然说office也有免费的 但是好像大家对于免费的office好像都蛮反感的 没有人喜欢用免费的office 像什么open office或者是Liva office 有那个免费的 但是很少人很爱用 刚刚有提到 增加一些专业技能 所以如果你学会这些东西的话 自然对于你将来升迁转值 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的课程目标 大概原则上我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至少你要熟悉 250几个函数 然后用理解去带第10倍 就是很多东西 其实我是觉得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逻辑 所以呢 你们可能那边要学习的 应该是如何使用函数的规则 也就是以后你要看到 函数其实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它参数的名称都用英文的 而且它英文都很奇怪的英文 可是它其实慢慢你熟悉它之后 你就大概知道 看到什么关键字 就是给什么样的资料 那就对了 所以有的时候是有关键的 对应的关系 所以慢慢可能要抓到那个药 自然而然 你即便没有用过的函数 其实你也会用 OK 所以这个慢慢我会跟各位说一下哪些 因为我自己就这样用 我没用过 我大概看一下 我大概就知道说丢什么东西给它 它就会得到我要的结果出来 OK 那其他当然如果有些内线的没有 那我要自己把它变出来怎么办 刚刚提过 这是需要用到VBA 那所以VBA的话呢 要怎么去写 当然一般会要写Sub跟Function OK 那这个Sub跟Function怎么去写 这个后续我们再慢慢会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如果遇到程式 如果你假设是担心会写错 因为这一个字都不能写错 那我会把我写好的程式码 都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你写的过程当中 写错了没关系啦 不然你就先拿云端上面的程式码 你干净就先C-C-V 对你就先贴吧 那贴完之后呢 可以RUN之后你再把它删掉 OK 每次贴完就算了 贴完之后 你再自己再写过一遍 确定说是可以RUN的 但是你要自己再把那个程式写出来 也可以写对的话 才表示说你是学会的 但至少比较不会那么有挫折感 不过也不是说 完全都不用学啦 不可能 OK 我们会先从比较简单基础 慢慢再增加一些东西 所以大家有点点心理准备啦 如果刚才上课的时候 如果有点不太跟上的话 没关系你们可以先听 然后回去的话再复习 其他还有像录制区集 我刚刚提到 因为很多功能太复杂了 如果比如说以色列里面很多很多动作 很多东西啊 如果你不会变成VBA VBA不会写的话 那怎么办 其实可以用录制的 比如说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书纽分析表 书纽分析图 你说老师我每天要做很多书纽分析统计啊 那可是呢 我每次都人工一直做 一直做做很多的报表 那如果我希望呢 能够写一个层次 让它自动帮我产生报表的话 怎么办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把它录下来 所以喔 其实像顺分析表的动作 你也可以把它录下来 然后再把它转成VBA 那你就可以呢 把需要的资料给它 它就可以自动帮你把那个报表做出来 甚至把图也画出来 OK 那这个就需要录制去集在编修喔 那至于怎么做啦 这个细节我们后面再来谈 你说会不会很复杂 其实是有点复杂 不可能说 如果太简单 就没什么专业可言了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规则性的 我会敲锅一些技巧啦 因为我自己用的多年的心得 直接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不要错就好了 OK 那再来的话 其他一些VBA的重要的使用技巧 可能要学习什么叫变数啦 回圈啦 逻辑啦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后面会再用程式的方式 跟各位做说明 那一样啦 原始码都有 在云端上 OK 剩下就是你要花一点时间自己 才会踢一下喔 其实总头头字数不多 但是一个字头不能错 那其他的话可能就是表单 我发现同学好像对表单蛮有兴趣的 或者我们可以再加一些表单之类的 然后 甚至可以把以色尔拿来当资料库啦 那你说 以色尔能不能拿来当资料库 其实也大可 那你可以把它当什么类资料库啦 它本来的产生其实不是为了拿来当资料库 可是现在反而 它拿来当资料库的普遍性 越来越高耶 反而那像SS都没人用 反而以色尔 以色尔拿来当资料库 其实它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最多的笔数 一个工作表最多可以到 1048576 就是104万多笔的资料 也就是如果你的资料量 没有超过104万笔的话 可能你的资料量可能就十几万笔啦 最多的话 或者一两万笔啦 甚至没有那么多的话 以色尔拿来当资料库 也未尝不可惜啦 它的缺点当然就是说效率比较差啦 可是说效率差 现在电脑都那么快 也感觉不太出来啊 除非说你的资料量超过100万笔 那就当然最好用正规的资料库 比如像SS 像Seql Server 这种 但如果你一般没有用那么多啦 其实拿这个来用就还蛮OK的 当然其他还有更进阶的 比如像 把它拿来当爬虫 其他 这个就是 跟进阶班的话呢 进阶的部分可能就是 在多工作表 多工作顾等等的 甚至 我之前有讲过啦 甚至可以跟Python做协同 这个就难度比较高了 其实要 我开这个课 主要 最早的是因为 我在网路上有分享很多的 部落格文章跟影片 因为这样的关系 各单位就找我开课啦 然后我就开到现在 其实也是一样 反正有需求我就开课 如果没有需求的话 反正我们就隐退了 但还好 需求好像还在啦 OK 那因为也是有VPA 这个的存在 其实蛮特殊的 因为我发现 学Python的人很多耶 很多 可是问题我一直在思考 因为我自己都有这样 我也在利用 我会觉得 一般人其实 那个Python 如果跟这个比起来 第一个它没有视觉化工具 就是你没有那个画面 你都全部都用程式来写 OK 第二个的话呢 它很多的地方 都也是都是要程式才能做得出来 像枢纽分析 我们像以色尔有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 画图表很方便嘛 也不需要做太多事情 可是Python里面就没有 而且画出来图也没有以色尔漂亮 但是它有一个地方 Python是免费软体 以色尔是付费软体 可是如果假设你公司本身 已经就买了授权的话 那其实就也没有什么差别了 OK 而且我发现大部分上班族 上班已经落累了 你要再把Python学好 那简直是很要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你本身 如果不是资讯背景的人 你要去学Python 把Python学到会用的话 那真的是要八一层皮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是资讯背景的 我比较建议你干脆就把这个学好 以色尔能够把它用到该有的水准 那已经算是很厉害的事情了 那我发现身边很多人 真的都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 真的差还蛮多的 那这个是我相关的简历了 我在YouTube上其实也有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订阅人数应该快四万了吧 那之前也有创业的经验 然后我也在台师大 东吴源氏 大概这样子 那还有一些企业内部训练 我最近也有在某金融公司 他也找我去也是上以色尤方面的课程 那其他也颁有一些奖项 然后像这个是教学卓业 那这个是趋势先锋 然后我证照大概三十几张 其实各类的我也都有去考 OK 像Python啊 Power BI 啊 像我那个什么 以色尔这次会 那参考书目部分的话我是建议的 如果有时间当然你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些相关书籍 比如说函数啊 这个468招 468个范例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再 其他像Excel VPA 这个其实可以自己找出来看 不过VPA如果要自学到会 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自己买出去看的结果都不太好 买了之后发现都看不懂 看得懂 但是写不出来 OK 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尤其VPA部分 我就直接做给你看 反正你就跟我做一样的事情 OK 反正呢 我的SOP都固定 反正以后就照这样写 以后呢 你就老师有些地方我还是不会写 我帮你拿我的程式当范例嘛 范例修改一下总OK吧 一样怕葫芦嘛 总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至少你要能够进入到这个 OK 然后慢慢的话你就再去做变化 那所以呢 今天的话我们就先从那个第一个 总共五大类函数 我们先从第一个文字与真函数 这个练习题开始讲 那原则上当然啦 我会先 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会先从简单 可能函数开始 然后再进阶到聚齐 然后再进阶到VPA 所以我们会渐进的 会越来越稍微提升一点难度 OK 所以各位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那尤其后面蛮多会讲越来越多VPA的部分 所以你们可能 不过也会渐进的啦 看每个同学的那个状况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 有关REPT的部分 那我们把刚刚的这个题目呢 再把它打开看一下 那其他像LAPT啦 RIGHT这个我想自己再练习啦 LAPT其实就是从左边取几个字嘛 LAPT是从LAPT左边嘛 RIGHT是右边啦 但是有一些可能比较难的 像这个称呼 比如说像他是姓吴嘛 他是男生 所以这个应该是吴先生 这个的话是张 他是女 所以是张小姐 所以如果今天假设 我要解这一题的话 LAPT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你一样插入文字类的函数 那第一个的话就LAPT 先抓他的姓好了 所以抓他的名字里面的第一个字 所以他姓氏就有了 后面的话呢 当然有先生跟小姐的区别 所以二选一 所以二选一的话这个地方 那你就需要用到逻辑判断 所以哦 那可是要怎么样把先生或小姐放在后面 所以这边要需要一个END END是串接嘛 串接 那后面的话呢再加一个IF 一幅 那当然你有几个方法啦 如果你不习不习惯用打的 你也可以在这边再点价 然后再打一个逻辑 这边有逻辑 逻辑一幅 他会帮你把它放到这边 然后逻辑的话有三个嘛 什么逻辑 如果这个储存格 里面呢 如果等于男生的话 那就是正确的话 就是先生 那反之的话呢 就小姐 OK 所以这边的话 那我们又以那个男 OK 然后呢 正确的话呢 就是先生 但理论上喔 你前后 如果是文字的话 前后一定要加双以号 有没有 这边一定要加双以号 但是因为呢 他会自己加啦 所以你就其实不打也没关 他会自己帮你加前后双以号 这个小姐 记得喔 这个前后一定要加双以号 因为这个会自己加 所以不用 有没有 自己帮你加前后双以号 好 那这样按确定之后的话 有没有 向下填满 就OK了 小姐先生嘛 然后再来这边有个MID MID的话 底下这边也有 性别那里 这一题可能比较 这个是MID喔 那MID如果我今天要 知道他的性别的话 那 圣诞认字号的第几码呢 对 第二码 他就是性别 所以如果是一的话呢 那就是 男生嘛 二的话就是女生 所以 我们当然这个可能要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先怎么样 先把 第二个字 所以这个一样呢 用文字类函数 找到那个MID 然后呢 先把第二个字抓 抓过来 所以第一个 先给身分字号 然后从第几个字呢 第二个字 取一个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前面这边有个TESTER TESTER就是你的文字嘛 然后从哪个字开始 然后要取几个字 但是其实好像 为什么不用中文的 他也一直都没改啦 不过 慢慢你如果习惯的话 你就知道 啊 原来是这样子 OK 你给对的参数 他就给你对的结果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他其实整个流程 就是你给一个身分字号 第二个字取一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 啊 因为他是一个文字类函数 所以呢 你过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文字 前后加双引号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呢 得到的结果 你会发现 前后也有双引号 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 意义 特别注意哦 他不是数字一 他是文字一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要做逻辑判断 再把它剪下来 第二个嘛 那如果是一的话 那就男生 那我 剪下来的时候不包含等号 然后再插入那个 一幅 一幅 OK 然后呢 把公式贴到这里 如果这个的结果等于什么 等于一的话 所以 那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对 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少打那个 前后双引号 前后双引号的话 那结果就会是错的 所以大家蛮有概念的 这个地方有没有 如果你这样打了 那你按确定一定会翻出 全部都是女生 为什么 因为他 这个得到的 这个得到的结果 他会是什么 他会是前后 有 他会是前后 有 对 他force 对 他force 所以 如果假设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 你这个是文字 后面如果假设给他数字哦 文字跟数字是不相等的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然后呢 所以你如果假设 要他正确的话 记得 前后一定要是前后双引号 这个很重要 而且很容易发生错误 我发现很多同学 比较没有这种文字跟数字的概念 而造成的错误还蛮多的 尤其像什么 无一如函数 我发现很多也是一样 原来是常常 奇怪我查一查一查 奇怪怎么查不到 明明看到都跟结果一样 为什么查就不行 原来你来源的可能是文字 你要查的可能是数字 两边不mage 所以两边你可能要自己稍微再 确定一下 OK 按确定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最后的话如果OK 你们也可以再把刚刚的综合练习 把它试着完成看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